大家好,欢迎收听有声书频道为你而读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故事 猴王和水果之王 这个故事描绘了猴王为燃灯佛献上波罗蜜的情景 通过这一行为展示了对权力和责任的深刻体悟 波罗蜜在故事中象征着水果之王 寓意着最高的供养和尊敬 本故事不仅描绘了佛教徒对佛陀的宠敬 同时也反映了宗教与王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透过今天的故事 我们可以深入探索佛教的精神世界 和他在政治动荡时期的生存策略 哈姆医师的尼泊尔施角 猴王和水果之王 在著名的黄金寺一角有这样一个铜像 一只猴子双手托着一颗大大的波罗蜜果 好像要敬献给谁 据说这个铜像的典故来自一个佛教小故事 燃灯佛一次在路过一片树林时 在那里的猴王听闻燃灯佛来了 就高兴地摘了一个波罗蜜果赠送给燃灯佛 值得注意的是猴王摘的是波罗蜜 波罗蜜在当地被认为是水果之王 历史上是否真有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无从考证 这种考证也没有多大意义 我对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王更有兴趣 佛教文学故事中为什么常常离不开王呢 西达多是佛陀在家时候的名字 西达多是一位王子 他出家前的所有时间都是在王宫里度过的 他出家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抵达第一个国家 那里的国王在得知西达多王子来到自己的国家后 猜测他可能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逃跑 或者被赶出王宫的 他看到西达多王子这么优秀 所以想把自己的国土割让给他一半 历史人物西达多佛陀的人生 并不缺乏与王有关的各种事情 佛陀自己是舍弃王宫 舍弃王位的 其他国王想割让给他国土 他当然不会要 佛陀是远离王宫 王位 王权者 但他的信徒们 为什么又羡慕王权 欣赏王位呢 难道是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王权 王位的威力 才能显示佛陀的伟大吗 还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徒 已经认识到 没有王室的政治支持 佛教就无法生存下去呢 在印度的种种宗教中 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之一 就是佛教始终是一个 非常重视团队组织的宗教 印度的其他宗教 可能只有在历史的某个时期 是组织严密的宗教 但平时他们的组织很松散 宗教一般都会变成个人的事物 没有固定的宗教团体 国家有的时候 也会把某一宗教定为国教 根据当时的能力 修建几座该宗教的寺庙 隆重地庆祝该宗教的一些节日 有时候还按能力 给该宗教的祭祀 进行布施行为 此外对宗教或宗教团体 就没有什么大的义务了 只有佛教因为离不开 庞大的僧切团队 而且在古印度的时候 僧人是不劳动 也不能劳动的人群 他们必须依靠供养 古代社会并不富裕 老百姓的供养 只能解决少数僧人的生活 大型的寺院和宗教活动 必须有往事支持 才有可能存在 佛教创立后 印度社会因外族人的侵略 经历过多次严重的动荡 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导致往事无法大力支持佛教 把信仰当作个人事物的其他宗教 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大多数还是生存下来了 佛教因为短时间内 没有能够转型 试图按过去的模式运作 结果在印度 面临了灭亡的危险 当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同样是佛教 在同样没有往事的支持 而且对佛教不太友好的尼泊尔 因为进行了宗教形式上的转变 反而生存下来了 为你而读 我们下期再见